有家制药公司发明了一种治疗哮喘的特效药,疗效非常好,但就是卖不出去。 制药公司找不到原因,他们只好请来了咨询公司。 咨询公司并没有急着找原因,而是看了所有的销售数据。 虽然这些数据总体是很惨淡的,但他们还是发现了有两个销售员卖得特别好。 业绩是别人的20倍。 调查后发现,原来这两个人不仅仅只是向医生介绍新药的疗效,他们还会告诉医生怎么使用新药。 因为这个药不像其他哮喘药一样是口服或者吸入的,而是需要静脉注射,医生不愿意研究操作的流程,所以就不愿意买。 然而戏剧的是,这家制药公司其实早就发现了这两个销售员的异常数据,但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数据统计出错了,或者只是这两个人运气太好,所以根本没当回事。 后来,这家制药公司让全体销售人员都使用这种销售方式,结果公司业绩增长了十倍。 您好,欢迎来到天天读书会,今天的影片讲一个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思维方式,也就是故事中提到的发现机会的方式,也叫亮点思维,困局中寻找亮点,并通过亮点发现机会。 就如同当年拼多多上市,很多新闻媒体都在指责和批评拼多多。 但这是媒体人视角,媒体总喜欢报道负面消息,负面消息能调动负面情绪,而负面情绪又比正面情绪更加强大,所以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。 但换个视角看,淘宝和京东已二分天下,它还能成长如此之快,它凭的是什么? 它做对了什么?拼多多后面成功上市,上市时市值就达到了一千亿美元,一度超过了京东。 当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模式出现时,一定有很多缺点。 别急着否定,而是想想它有哪些优点,看看是哪些亮点支撑它走得这么远。 面对同样的事实,晃个视角,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,也就有了不同的选择。 所有的选择都是资源,都是机会。 你关注什么,你就会得到什么? 预示最有效的思维方式,通常是反直觉的,是惯性思维的对立面。 但往往反直觉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,所以要不停地问,表象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? 它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? 有个发生在越南的故事,就是用这种思考方式解决了一个看似无解的大难题。 1990年,有个叫杰里斯特宁的人,被国际慈善组织派到越南,去解决越南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,要求半年内做出成绩。 斯特宁到了越南后才发现,当时越南非常落后,连最基本的饮用水都供应不足,就更别提卫生条件和教育了。 在斯特宁之前,有很多专家已经对越南的情况做过分析,结论是,这是一个系统问题,需要从病根解决问题,而这个病根就一个字,穷。 所以,有人建议斯特宁写份调查报告就行了,经济问题没解决,营养不良问题,不可能解决。 表面看这些分析,确实有道理,分析问题到病根,然后从病根着手解决问题,但斯特宁说,这是正确的废话。 斯特宁这时候,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,越南农村就算在苦在穷,也不至于一个健康的孩子都找不到吧? 沿着这个思路,斯特宁拿着尺子就下乡了,他把那些家里很穷,但身体非常健康的孩子找了出来,询问他们的妈妈平时喂养孩子的方法。 调查结果发现,这些健康孩子的妈妈喂养小孩的方法,确实跟其他妈妈有所不同,主要有三点。 第一,其他孩子每天都是跟大人一起吃两顿饭,而这些孩子每天吃四顿饭。 第二,这些孩子的妈妈会主动喂孩子吃饭,而其他家庭都是随孩子的性子,让孩子自己吃。 第三,这些妈妈会把一些小虾、小螃蟹,特别是红薯叶子捣碎了,拌在米饭里给孩子吃。 这些东西在越南很常见,但其他家长普遍认为红薯叶子是一种低等食物,所以不给孩子吃。 找到了方法就好办了,接下来就是推广这些方法。 斯特宁请这些健康孩子的妈妈现身说法,然后组织妈妈们一起做饭。 就是这简简单单的几招,却创造了奇迹,帮助了越南几百万的民众。 六个月后,这个项目大获成功,当地65%的孩子营养不良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,这个项目也因此持续了下去。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问题,斯特宁并没有用太大的力气,通过亮点思维可以解决一个看似无解的问题。 我们通常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先发现问题,再分析问题发生的原因,找到它背后的病根,然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并没有错,但会让我们的思维陷入固定的模式,只能看到负面信息,而看不到其中的亮点。 就像斯特宁问的问题一样,不可能一个健康的孩子都没有吧。 拥有亮点思维的人,看到困境之下,还隐藏着亮点。 其他人没有这种思维,所以问不出这样的问题。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,人更容易看见负面的信息,更关注不好的地方,更在意别人的缺点。 这是因为祖先传下来的基因告诉我们,你得足够地小心谨慎才能活下来。 原始人看见老虎时,如果不谨慎,就会被老虎吃掉,能活下来的人,都是足够谨慎的人。 挑毛病是人的本性,是一种自我保护。 所以,人们会更多关注事情的困难面,就像拼多多的负面消息,越南的贫穷,特效要消瘦的惨淡,这是人的惯性思维。 但正是因为这种惯性思维,我们才看不到表象之下,还隐藏着亮点。 深陷困境让人沮丧,但为何不看看困境中有哪些做得好的地方,哪些有亮点的地方? 亮点思维很反直觉,但一旦学会,就会让人做事更顺利。 很多人之所以发现不了机会,就是只看到困难而忽略了机会。 有个警察,处理夫妻吵架的事特别有意思。 这个警察接到报警后,赶紧赶了过去,到了后,他并没有阻拦这对夫妻,而是把警帽摘下来,坐在沙发上,看着他们吵。 这对夫妻吵着吵着,就觉得很尴尬,毕竟有外人看着,而且还是一个警察,所以他们也就没那么激动了。 等他们冷静了下来,警察没有劝他们,而是像朋友一样和他们聊天。 警察说,你家房子装修得很漂亮,车也擦得很干净,像新的一样,厨房里还炖着汤吧,真香啊,我闻着就要流口水了。 点评完夫妻俩的生活环境,这个警察还是没有劝他们,而是问了一些他们相处的细节,比如你们当初为什么在一起,你们共同克服了什么困难。 问完了这些问题,这个警察就直接走了,因为他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。 这个警察全程没有劝导过一句话,但却无时不再引导这对夫妻发现生活的美好,发现对方的优点。 挑毛病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,这是人的本性,它也能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和优越感。 所以,很多人满眼都是缺点和错误,都是警惕,完全看不到优点。 比如很多父母一谈到自己的孩子,都能列举出各种头疼的地方,但对孩子的优点却很少关注。 挑毛病容易,难的是发现孩子的优点。 如果父母认为只有挑出孩子的毛病才是对孩子负责,那距离教育的本质只会越来越远。 曾听过一个关于陶行之先生四颗糖的故事。 有一名男生跟同学打架,陶行之看到后及时制止了他,并叫他到办公室。 陶行之回到办公室,发现男生在等着他,便掏出一颗糖奖励男生,原因是男生比他更准时。 紧接着,又奖励男生一颗糖,并说,我不让你打人,你立刻就住手了,说明你尊重我。 然后,又奖励了男生第三颗糖,理由是男生跟同学打架是因为那个同学欺负女生,陶行之夸男生有正义感。 最后,男生主动向陶行之认错,认为自己做得不对,不应该对同学动手。 听到这,陶行之又奖励了他一颗糖。 四颗糖,四次肯定,陶行之发现了男孩身上的优点,并通过寻寻善诱,让孩子自己意识到了错误。 试想,如果自己的孩子,在小时候被自己的校长用这种方式谈过一次话,他真的会忘了这件事吗? 这样被教育的孩子,定会因此而受益终身。 当你身陷困境的时候,不妨是适用亮点思维方式看问题。 凡事善于从困境中找到亮点,把劣势转换为优势。 最后,亮点就会变成机遇。 感谢观看天天读书会,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对亮点思维有自己的见解,欢迎留言分享。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内容,别忘了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或朋友。 我们下期见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